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我国备受瞩目的探月财土计划已经宣告圆满结束 嫦娥5号带着月球土壤回家了 各国也给我国送上了祝福 就在这个时候 荷兰网友们突然热议 虽然他们没有能力进行探月 但是在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成功之后 曾经收到过一块据说来自月球的岩石 当时还在该国国内引起了轰动 这块石头被该国的国家博物馆当成宝贝珍藏起来 但这个故事却有一个令人尴尬不已的结局 那就是美国给荷兰的月盐是假货 阿波罗登月计划让美国获得382公斤的月样 美国在德克萨斯休斯顿的约翰逊航天中心 建设了月球接收实验室来保存这些样品 并且在1979年又建设了一个1300平方米的月球样品实验室 然后又给每个州都分了一部分 然而每个州都不爱惜 50个州几乎每个州的越言越嚷 都发生了丢弃被偷之类的事件 除此之外 美国还赠送给了其他国家 1969年11月 尼克松向全球135个国家和地区政府 赠送阿波罗11号带回的月球土壤 其中就有荷兰 而在阿波罗计划结束后 1973年 尼克松再次向全世界135个国家撒石头 首先 我们必须要说明 美国官方送给荷兰的月嚷是真的 这里说的是荷兰前总理德雷斯收藏的一块月言 1969年10月 三名阿波罗11号宇航员前往荷兰访问 并受到了英雄一般的欢迎 在访问期间 美国大使威廉·米登多夫 把一块据称是首次登月时采集的月球岩石 作为私人礼物 赠给了荷兰前总理威伦·德瑞斯 最初收藏这颗岩石的人 是荷兰的前首相德瑞斯 当时的美国驻外大使 米登多夫将他送给了德瑞斯 德瑞斯也是登月计划的狂热粉丝 在收到这枚月球岩石之后 欣喜若狂 一直把他珍藏在家中 直到他去世 他的家人们把这份特别的礼物捐赠出来 人们才得以看见月球岩石的真容 荷兰对这块岩石的态度也非常的慎重 在自家的国家博物馆里 给他安排了一个显眼的位置 很多游客慕名而来 观赏这块岩石 21年来 他一直是荷兰国家博物馆 最受重视的展览品之一 博物馆甚至给他投了一份 高达30万英镑的天价保险 然而2006年的时候 物理学家亚诺维尔德斯 路过博物馆这块岩石前 发现这块岩石存在问题 因为10月份的时候 阿波罗11号刚返回地球才三个月 美国不可能这么快 就把好不容易得到的月岩送给别人 而且还是这么一大块 美国航天局虽然在70年代初 曾向100多个国家赠予月球石 但这些石头来自后期的登月任务 荷兰国家博物馆 决定将这块月球岩石 交给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 石材专家进行鉴定 但经科研机构鉴定后 很快便得出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 这只是地球上的一块漂亮的木化石 荷兰人顿时不淡定了 原来他们被骗了 这根本不是什么珍贵的月球样本 而是一块烂木头 只是质地比较坚硬而已 这让一直展览他的荷兰非常不爽 自己居然被忽悠了这么久 该国人民也要求对此事进行调查 这块木头究竟是怎么被包装成月球岩石的呢 这件事情引起了轩然大波 由此很多人质疑 美国登月是造假 这件事把NASA都惊动了 NASA宣称查不到取用登记 以及送礼时间和收礼方记录 而且美国向一百多个国家赠予的多事月壤 或者是被分割成一克左右的月盐小块 基本上不会赠送大块的月盐 像美国官方给荷兰政府的救市 小碎块装在亚克力里 而这次的贾月盐事件至今是一本糊涂账 究竟是大使和德雷斯开玩笑 还是真月盐已经丢失 亦或是大使对该月盐的真实性也并不知情 误送了一块木画石 没有人知道 不管美国的登月是真是假 但眼下我国的嫦娥五号带回来的月壤 可是货真价实的 全世界都看见他是如何起飞 又如何顺利返回的 此次嫦娥五号在月球上展示了我国的国旗 并且收集了大概2000克左右的土壤带回地球 这批样本的科学价值非常高 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都翘首以盼 希望能得到研究他的机会 面对中国在航天领域接二连三取得重大成就 拜登团队的顾问们坐不住了 他们急着给拜登支招 敦促美国抓住机会与中国开展航天合作 他们认为这不仅能缓和两国紧张关系 还能让美国保住全球太空领导者的地位 我认为将中国排除在合作之外是个失败的策略 美国前宇航员拜登过渡团队成员帕姆·梅尔·罗伊说 我们参与到合作中非常重要 美国国家航天局前局长宇航员查尔斯·博尔登也表示 阻止中国加入太空合作是错误的做法 因为现在中国的技术非常先进 根本不需要美国就能实现登月等重大太空目标 除了梅尔·罗伊和博尔登 美国政客新闻网在20日报道中透露 他们对超过20名美国前宇航员、政府官员及太空专家进行的采访 其中绝大多数人都认为 倘若美国在太空领域将中国拒之门外 美国可能会失去全球太空领导者的地位 我担心的不是中国去了哪里 而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去了中国 博尔登担心 美国若不与中国进行合作 中国会利用自己独立的太空项目 抢走美国的合作伙伴 博尔登说 我们似乎并不担忧中国发射并建造自己的空间站 但这是目光短浅的表现 这不是一个好领导者的标志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琼·约翰逊·弗里泽 也给出了同样的观点 他认为美国的太空项目正被预算问题所困扰 很多项目停滞不前 而且美国的太空计划连续性不好 当政府或国会议员换届后 之前的计划可能就会发生改变 此前就有盟友投资了美国太空项目 但后来美国单方面退出 致使盟友遭受损失 弗里泽担忧 他们决定不与美国竞争 而是抢走我们的合作伙伴 提供与我们不同的合作机会 对于未来如何与中国进行合作 郑克新闻网拿以前美国与前苏联间 曾利用太空合作改善过双边关系举例 称这种合作对双方都有利 在博尔登看来 中国的太空技术已经很先进 不需要与美国合作 就能实现重大太空目标 但全世界都希望中国能参与合作 而不是选择单干 弗里泽则表示 美国可以参考与美俄之间进行的太空合作 利用中国的载人航天计划运送宇航员 甚至下一次从月球发出的信号 可能就是普通话 其实针对太空竞争与合作话题 我国早已有过回应 比起对抗和争夺主导权 我国一贯坚持的是 将航天事业用于和平目的 愿同世界各国开展合作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积极贡献 自嫦娥五号探测器发射升空后 我外交部已多次指出 中国一贯致力于和平利用外空 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分享航天发展成果 中国将继续本着为全人类谋福利的精神 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进国际合作 促进外空探索和利用 本月在我国嫦娥五号任务圆满结束后 面对路透社记者提问 中国会否把月球样品分享给美方 我国探月工程副总指挥吴彦华明确指出 根据外空条约 外空资源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中国政府会按照外空条约来执行 中国政府愿意与各国志同道合的机构和科学家 共享月球样品 包括有关探测数据来进行科学分析 不过遗憾的是 201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沃尔夫条款 限制美国NASA 国务院科学委员会等官方机构 与中国航天往来合作 吴彦华表示 能不能合作还要看美国政府的政策 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 和平利用合作共赢原则基础上 同美方无论是政府机构 企事业单位 还是科学家工程师 开展真诚友好的合作 沃尔夫条款 由共和党众议员弗兰克鲁道夫·沃尔夫提出 2011年经美国国会通过 旨在禁止美国航天局 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的 任何联合科学活动 与中国进行技术交流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